从张叶出发 一路向西 有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 置身其中 如同来到外星 这就是 齐连山独有的 冰沟丹霞景观 夕阳夕下 怪石组成的高耸山体 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颜色变化 金碧辉煌如同城堡 这些怪石的身上 有着粗细相间的沉积层里 脉络清晰可见 颗粒粗大的是利盐 而沙盐则显得细密均匀 这些静密无声的石头 却隐藏着 齐连山的 绅士之谜 让我们把时间 倒退到两亿年前 那时 麒麟山还是一片汪洋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 让这里隆起为庞大的麒麟山系 原本海底的地表被抬升 富含铁元素的水底淤泥 裸露在空气中 又因氧化程度不同 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红色沙粒掩体 造物主没有停下他的雕刻 长期的风化玻璃 流水侵蚀 创造出现如今 千锋矗立 万鹤争容的 柱廊状宫殿式 丹霞景观 在中国 大部分的丹霞地貌 都集中于热带 与亚热带湿润区 而齐连山丹霞的发现 打破了过去的认知 走进这片 占地三百多平方千米的区域 如同打开一本时光相册 可以随意浏览和观赏到 不同时期的丹霞形态 由斗崖组成的项骨 垂直斗鞘 是绚烂的青年期丹霞 崖面坍塌后 形成城堡状残锋石墙或石柱 是气势恢弘的中年期丹霞 随着风化水时 曾经的聚宝坍塌 缓坏之上 只有残风孤立 标示着丹霞 已步入了风烛残年 散落在山坡上 灵星的象形怪石 则是丹霞消亡前的最后姿态 最终在山丘坡度稍缓的地带 丹霞形态不再凸显 沙粒岩上覆盖了土壤 于是你会看到这样一种白色的小花 傲然生长于其上 红色的沙岩其实并不适宜生长 但这些白色散状的花球植物 用发达的根系 牢牢抓住历史土壤 这是一种常见的荒漠植物 沙葱 在萧王的丹霞掩体上 向世人展示着它的顽强 麒麟山冰沟丹霞地貌 它伴随麒麟山的诞生而出现 苍凉孤独 威然屹立在中国西部 是亿万年沧海桑田的最佳见证